我們生活要求又不是很高 我不是要很奢華的生活 所以可能每個月每個月都夠用 我很喜歡別人說我錯 我是說那麼大件事 那麼大件事 大家常休息一下吧 其實我頭三四個月都是沒有出過 一萬都沒有出過的 今年 其實我老大也是壞的 整天都在說 你現在找到而已 遲些不行的 我常常都會這樣潑我冷水的 阿sir 你不要說那麼多 給個號碼來 我人生沒見過一個老師可以這麼尷尬 他就說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說了 我現在IG 見你介紹是財務自由專家 短短幾面就是財務自由 歡迎大家來到我要做訪問 看到新的嘉賓 骨灰級的Youtuber 男仔頭 歡迎 歡迎你上來 其實也聽過一些學生說 你也有投資開的 所以就是財務自由專家 其實因為我也是你的學生 我沒有特別去報很多課程 我有看你們的Youtube channel 馬上考考一些難題 考一些難題等一會 還有我覺得看的觀眾應該都想知道 你拍了這麼久的Youtube 究竟是否有賺 還是虧著做 還是將來怎樣呢 他可能都想靠Youtube 或者社交媒體去做創業的 當然不會虧著做 都是找得吃的 不是大富大貴 但是叫做OK 過得去啦 等著我就逐條問啦 所以首先大家可以給個like 和share 有什麼comment section留言呢 他路過 男仔頭又會和大家覆下一些東西 我首先問一下錢入心 其實都拍了很多人Youtube 其實我也是 但你們紅很多 其實你們也有很多人看的 我媽媽啦 我啦 我阿姨啦 全部都有看的 多謝了 他是不是全部都看投資 還是看Vlog的東西 坦白說投資多 OK 投資 當然繼續拍投資就行了 Youtube的這麼久的生態 其實你覺得有沒有變化呢 看到又搞鬼 裝鬼 裝馬 又有很多東西出現 又去旅行 整個的生態和你開始拍的沒有變化 還有接下來三年你覺得 是不是就繼續這條路線做下去呢 變化是有不同了的 其實我覺得開頭我們是很幸運的 就是我和我拍檔兩個人 因為那時候其實很少人做這件事 那時候Youtube其實是一個平台 被人放一些挺有趣的東西上去 香港那時候有一班人很認真去想一些 節目去製作上去 跳了花那些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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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開始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看 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很多其他 創作得很好的Youtuber在一起做 我覺得有少少是 現在是一個免費的電視台這樣的 content 即是啦 是啦 每個人都有 譬如我們又拍那些 即我們叫做綜藝或者一些 噢X的片 是的 可以了 我會beat你的 beat了噢X的字 你們又會拍一些很專業的 一些關於投資的片 我覺得什麼都有 跟我以前做的時候其實都不同了 即是不是門檻高了 以及引入了更加有創意的人 是 但我覺得不是門檻高了 反而是低了 反而低了 因為你什麼人都可以做的 其實很多人低成本的時候 已經可以試到 其實我們當年都是很低成本 這樣去入場 所以我覺得門檻是低 但只要你有創意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好事來的 即是像之前你要認識某個台的人 又要再打關係 現在沒有的 你有創意有實力的 就自然有你想要的東西 沒有就再檢討 是的 接下來你覺得 三年的話 會不會更加需要具備一些 多一些的創意 或者多一些的拍攝條件 現在有AI有什麼 我一個指令 整套片都出來了 是的 你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在這三年 現在很厲害的AI 現在是真人來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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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看AI很厲害 它整條片的指令 我們現在公司在想著 就是怎樣可以把自己的創意 融入AI 應該是一起做事 就是這樣說 爆炸場景 我們以前是很難做的 以我們的規模 我們打一個指令就可以 我覺得 接下來應該會越來越好看 越精彩一些 如果新入行的人 你覺得 你都有一定的經驗 突然間完全 如果想開一個頻道 就打進來 是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也算是紅海 其實很多人已經在 其實我覺得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的 我們在這裏 一直看著很多有創意的人 其實他們很小 他們十幾二十歲 那條橋是可以的 你拍出來就自然是可以的 所以 給點信心自己 你條橋可以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怕 還有很多新人 這兩年三年 可以增加幾十萬一百萬 像在香港那樣 所以我想你都知道哪幾個 很快 不一定是關年紀 和經驗事 可能是關實力多一點 這是好事 其實講了這麼久 我見你又有大隻褲子 這個頭套還有很漂亮 那拍片其實是不是很賺錢 還是完全賺到錢 蝕著做 坦白說 真的不是大富大貴 但是叫做圍堵生 我們是 我是覺得我是很幸運 跟著 剛好大家都有看下去 我們有看就自然有廣告 這樣的一個生態 如果沒有廣告 就靠YouTube廣告就不是很 你都知道的 一千分之一 二千分之一 是啊 它少到是阿貓不認得的 非常少 所以 都make sense 起碼要為了本 團隊要生存 但是我見你一有錢證 就好像丟掉下去 一個不小心去旅行 全部都是我 一個不小心 又有些大一點的製作 其實那些製作 你看了幾分鐘 我想背後 不要說要用錢 一群人的時間 都要錢 其實你是不是公司層面上 一有多餘的錢 都是完全會投資回去的 這樣的狀態 其實是的 我覺得整個生態是 幸好觀眾有看我們 其實那個kick rate 是某程度上 轉化為錢的一個位 我們想著重新投資下去 那些觀眾看得開心 大家娛樂到的 我們才可以繼續找到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必要的投資 就是有些公司投資 可能要找多些錢 或者做到什麼 多些人等等 但是我們的concept是 投資下去 影片好看 令觀眾繼續看下去 明白 所以很多人都有誤會的 拍條片 我的志願就是youtuber 有feel數有性的 但是其實最後你想一下 都是要維生 要維皮 那你最後怎樣轉化 有些少少做生意 其實簡直是做生意的 其實是的 有些少是all rounded 你什麼都要知道 那你有了流量 就是第一步 之後又要 可能有廣告 有sponsor 又要選擇 你不可以亂來的 所以這個情況 是不是全部 你一兩個人做完 我見這麼大班人 是不是他們只是玩的 其實我們 你知道我們公司小 還有我們量度 我們幕後幕前 全部都要攪拌 所以其實你見到幕前的人 大部分都有在做幕後的事 肥豪或者魚仔 其實他們本身是剪片拍攝 然後我們覺得 推出去吃東西 是的 推出去做事 然後吃完書 是的 什麼都做完 然後每個人 我們就可以待遇好些 人工也好些 我明白 那我就不用那麼複雜 不如大家辛苦些少 但是得到的東西多些 那就開心些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 你可能現在要三四十人 你才能做到相同的事情 那你又不合理 最終窮樣 整班都不開心 是的 明白明白 那YouTube知道的 最後一條 是YouTube知道 現在做YouTube這麼久 你想回頭 有沒有一關特別難過 那關是人 是事 還是自己 那些事情 但是我想 差點要 quit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坦白說是沒有的 有幾次是因為我們 我和朋友吵架 那樣 我就說 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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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 其實 可能我個人比較樂觀 我們生活要求又不是很高 我不是要很奢華的生活 所以可能每個月 慢慢都夠用 所以就沒有很難過 我覺得 那時候找到東西 大家吃餐好一點 開心一點 找不到東西 就打陣機 我們不支出那麼多 這樣就節省了成本 那整班人對於Fish 或者前路 其實要很一致才行 因為 你不是每次想一想 或者拍完片 是有相同效果的 有些人說 我說了你不要這樣拍 甚至那個Angle 都可以跟你爭 這句話最多是我說的 我一說就不行了 原來就是你 問錯人了 找到其他肥豪 你先問他 因為他們不敢說 所以我們公司 其實我和洪仔頭 我們堅持 一間公司 是不應該有 一個間合觀念的 就是大家人人平等的 所以他們都會 點我做事的 我覺得這樣是很開心的 但是 他們始終有一個心態是 這條X是出來給那個人 始終不敢說什麼 這件事是你的 其實我不會跟他們說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有這個心 但是我會和洪仔頭說 我們兩個互相會感對方 但其他人不敢說我們 是 我們沒有所謂的 我都經常被你點去買東西 你都可以老實說的 所以我和洪仔 我們互相都說 一做一做不行的 這句話是我們兩個說的 是 都會有意義的 譬如有時候 他們有些idea是很好的 但我這麼粗要實行 最後呢 失敗了 難道他們說 老實我都說不行的 是 是 我不知道你們信不信 這個狗認人的 我是一號認人的 是 就是很執著對錯 所以我很喜歡別人說我錯 或者我自己 早點知道錯 是的 我不介意被人批評 因為批評我才知道自己有什麼不對 才會做好 所以我又不喜歡聽安危說話 又不喜歡特別 是 你可以的了 我想知道真相 我想知道真相 我到底是否正確 這件事 我很執著這件事 所以形成了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 剛才也說到你洪仔頭 其實我都知道他拍一條片 很多人看一條片 就是他拜拜 告別的片 裡面說到很想追流量密碼 而可能休息一段時間 其實現在的狀態是 他是不是也有參與幕後 我看到他旅行也有出現 他拍著他的背部 他也有去旅行 他中間還有沒有 有影響一些事務 還是很輕鬆的 是 他那個人 其實我那個人也是這樣的 我們是很不會說自己的情緒出來 不知道我們從水到南下的關係 和整班男人 我們是沒有那種 很在乎別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大家有什麼事 就會放在心裡 但是我們感覺到他不可以 我和他感覺到對方的情緒 但是我們不會說出來 他就說 你不可以這麼說 我們不會這麼動 抱一抱 我們不會做這些 但是我感覺到他的情緒有些不舒服 我就感覺到準備有事發生 應該這樣說 因為他也是一個很情感的人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我感覺到準備來了 但我又不知道做什麼 他又不會特別拿出來說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說 頂不住了要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說 好吧 因為我個人是很輕鬆的 你這個狀態會說 蛤?這麼大件事 我不是很糟糕嗎 我是說 這麼大件事 那麼大家一起休息一下 對 正確態度 對 鬥頭 我不是放屁的 但是我是覺得 咦?大家辛苦幾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幾年真的累了 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要一些時間 還有一個位置 要自己去 overcome 我覺得有一個位置就很好 就是剛巧家營那時候在 他就是一個很 caring 還有經常會 逼到別人講心事的人 他就開解到他 所以他一路就好了 然後呢 雖然說頭大 都想想怎樣去做好些 對 然後做到差不多 他覺得 他的情緒又好些 所以出來 一起在幕後做著 其實我覺得 幕前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壓力在 嗯 我想你都明白 你做得 你做得 其實是兩份工來的 是的 其實兩份工你都明白的 就是出來幕前有 就算那個節目 是不是你想也好 你都會有一個 被人說的壓力 我想他參與幕後 而不參與幕前 才是因為 有很多其他幕前的壓力在 因為幕前也有種 是 你又不可以很久不出片 是啊 那你一定有個時間的限制 是啊 好像玩扣卡那樣 那你要計時 你快要完 那你手牌不好 你都要出 可能有少許這樣的追逐的壓力 是啊 你們整班都有玩的 是不是我聽 我聽你們的節目 少少啦 跌那麼多 比如你自己 是不是一個出糧制 或者 有間公司 其實你們全部有股份制 最主要是我和熊仔有兩個 我們就一般是 因為看好 好不好的 坦白說 今年的市場是差一點的 我們就 其實我頭三四個月 都是沒有出過 一元都沒有出過 現在嗎 是 今年 然後 這支錶就不見了 對 要賣錶 但是我想說 這支錶純水 是因為那些風水路 說我應該帶些金器 銀器在身上 我才這樣做 其實本身我不是特別 很喜歡這件事 對的 這個會升的 這個會升的 看你什麼時候買 一年買就麻煩一點 明白明白 說回剛剛出糧的問題 我們通常出糧的制度就是 我要交完所有人工 支出等等 最後剩下錢 我便會分給自己 你們永遠都是 是啊 對的 你沒有錢 員工不出 跟你一起付錢 很難解釋到 你又不穩定 不穩定 有時候很厲害的 好天產買下雨柴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又能夠多些 你個人 如果我是你 以你剛才描述的狀況 其實我都會為我自己 十年後想去打算 是啊 你現在收入了內容 想去看你的節目 多謝 我現在就是一早打算 在怕 去學定 所以你的refering stream 剛才說的 要不就是YouTube做了很久的事業 實業 另外一個就是投資 是啊 在這個情況下 你是不是因為這樣而學投資 因為YouTube這樣浮沉沉 又不可以大乎大怪 或者會不會連吃三餐都成問題 所以才學投資 大概都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很久以前 我們剛剛紅起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 都ok的 運得都ok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那錢都已經很大了 我就覺得很爽 爽了一輪之後 我發覺 咦 但是 因為花無八日紅的 我們就會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老爸 其實我老爸也是壞的 經常都在說 你現在找到 你遲些就不可以了 但又對 他經常都會這樣 他經常都會這樣 潑我冷水的 那時候 那年少氣盛 冤架死我 是啊 一定是這樣 但是不如說一說一說 我又覺得 對呀 很害怕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研究 我有到處看很多不同的channel 我就在想 投資就好像欺負你一些大學的時候 OU有些老師 他話畢竟自己是一個 Degree課程 我打算都有一些資料 誰知去到 請教一下他 對呀 就是學投資的 他叫Banking and Finance OK 我其實那時候已經很想學投資 因為我覺得 挺有趣 而且很爽的 不用做事 以為不用做事 我也是這樣以為 每個人都是這樣開錢的 我就是問Tutor 他那一課 那個course 就是Technical Analysis 好像有這樣的course 我進去之後 我和我的朋友 我突然問 阿sir你不要說這麼多 給個號碼來 然後他的樣子 我人生未見過一個老師 可以這麼尷尬 他就說 沒有啦沒有啦 不要說了 我問那是怎樣 那你贏還是輸 不要再輸 不要再輸 就是這樣 我只是教一下 我只是教書 我發覺讀書 那些是厄屎的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各位 我都試過問Professor 同樣投資問題 他是不回答的 累了你輸 然後你回來找我 那怎麼辦 我連工都沒有 我現在在IG 見你介紹 是財務自由專家 短短幾面 就是財務自由 可能有兩個意思 那是輸很多 我的財富自由了 不是我自由 本身屬於我的 現在已經不屬於 他自己去哪去哪 這段時間 其實你在這方面 投資方面 有做開些什麼 投資 什麼都有 正股 郭倫 旗子 牛熊 我聽說是否CFD 都有 我上課和我說 你訪問他 問他CFD 不是你們的頻道介紹 是的 CFD是工具 贏同書看個人 是的 其實我學完 那跟牛熊的旗子是一樣的 那我就玩 我想想想 不 因為我 我深深推傳 因為我看完你們的節目之後 是覺得有道理的 我記得你們的概念 就是我講炒期貨這個 因為我記得你說股票 債券那些 就是整體Portfolio 是 期貨的東西 其實CFD的好處是 你玩很少 因為我現在都是 幾十塊美金 扔下去而已 就是試一下自己的新手 我只是純粹玩這些 對 跟牛熊不同的 牛熊後面有裝家 小的都是跟著槓桿 是呀 跟其次差不多 但是放很少 我就是喜歡它買很少 那我試一下新手 那就是玩這個 有時候對我來說 是指下手痕 那陣子手痕 你不扔下去 去試一試 是呀 你大大地扔下去 一些不對的東西 是呀 就是這樣 那你也有 是否房地產也有玩 還是怎樣 家人又出一些 我們又夾一下 我們幾份人 夾了一個很小的一個單位 OK OK 所以我看你主要多些想去 focus 都可能投機性多些 可不可以這樣說 當然啦 很多人就是這麼賭博 沒錯 現在暫時 這麼久以來 都是輸多贏少的 當然是輸多贏少 那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我覺得有的 我覺得有進步的 如果我贏多輸少 我今天連訪問都不做 在享受世界 是的 或者輸多贏少 都做不到訪問 可能在街邊 是的 這是純粹我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吸收多些不同的知識 是好事來的 所以坦白說 除了這個頻道 我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資頻道 有很多入球 很多贏的方法 是的 很多方法 所以我看很多 但是我覺得自己 永遠都是少少少少這樣的事 然後你摸到那個feel 那就多些了 其實是對的 新手一些 碰到了 學另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都是正確的 整個思維 但是有很多人跟你 叫做一份正職 你還忙過一份正職 有機會 那他part time 又要看著投資 你怎樣 handle 怎樣 balance 兩件事呢 因為有分day trade 和string trade 其實我都是長線 我看日線圖去玩 其實我都不用太忙碌 我偶爾不小心看一下 還有總有時間 吞一下pock的時候 看一下都很合理 自己投資了 所以我又沒有覺得很忙碌 還有我晚上是不能夠做事的 但我晚上可以看這些片 學習 那些me time來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我的興趣 就是等於別人打機 但我的興趣是看這些 你吹一下 所以最好不過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會 特別有些新手 可能正在看影片 都會看到 那一年最強的三個資產 Bitcoin加Tesla 怎樣買不中他呢 其實賺錢有很多方法 比如巴菲特不買Bitcoin 他都可以賺錢的 Style又可以不同 有人短炒 有人長渣 我覺得你的心態都對的 基本上有哪些東西 適合你自己 我覺得和打籃球一樣 你適合自己的方法 入球你才會用的 你不認識的就不認識的 就是大件事 還有錢 是的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因為我的同事 他們都是很賭博的 跟我差不多 不是只有你的 整間都 其實不是開會的 不是 我想說 每個人都喜歡的 賭錢的東西 就是這樣說 但他們有時候 譬如我賭中了一隻Tesla 爆了十幾%的徵股 他再買 然後爆了很多錢回來 但有時候 我在旁邊就會想一想 想清楚自己之後 其實也不用太恨這件事 我覺得 我真的很記得 因為我有看艾文那個 他經常都說 長期穩定才是 的策略 是的 最重要是這個 我們一個同事說 賺了很多錢 B同事就很想跟他一起玩 一定有跟一個是禍頂的 是的 然後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就打你了 老闆我的引力 拍片不引力 B下我引不了 就是這些 又糟糕了 明白明白 去到最後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會不會覺得要賺多少錢 才退休 還是會不會退休 還是根本不會退休的 現在拍片 是不是多來興趣呢 其實主業是投資呢 會反過來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投資輸太多 所以要上班對沖 我是這樣的情況 對沖了 對沖了 我暫時沒有想到退休 我就算找到很多錢 足夠自己用 那我都 都未必都退下來 是啊 因為太悶了 沒有東西做 就廢了 是啊 這樣會很容易死人 沒有寄託的話 立刻退休 立刻病 我也這樣跟我老爸說 幾十歲我都叫他不要退休 是啊 那有沒有籌備說 你接下來的十年 個人有什麼成就 其實想做到 其實我覺得 我是一個沒有 可以說沒有計劃的人 但是呢 或者我的計劃很短 我覺得今年我要 令這間公司 去到一個什麼 stage 因為我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譬如 十年這麼遠的事情 我覺得定了 其實做不到 那不如不定 但是如果一年之內 我可以去到一個什麼的位 這件事我是可以 一步一步走過去 所以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我就會一年一年這樣定 其實都合理 就算你想到五至十年 你都是一個很大概 是啊 很大的 picture 五至十年我要 可能要結婚 那些 就是你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可能三年 一年都會變 是啊 所以我沒有特別定這樣 那麼長遠 明白明白 那整體來說 其實你計算分支的事業 其實都叫你投資一份 就是一份子 那所有你現在的 所有Portfolio 連你的YouTube Channel 你覺得最成功的moment 或者覺得自己 原來我有能力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有這個什麼時間 有沒有時刻的moment 有的 但是我的moment 一開始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是讀書有差 運動有差 其實我什麼都差 就是用戶 都不能再拆掉 之後呢 最感到有成功感 對的moment 就是可能做了這一行 之後 然後 我忘記頭幾條片 兩三條 一人說 這個 都幾好笑 得到別人認同 那一刻 就是我覺得最有成功感 是 其實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這個channel 你可不可以肯定 其實你的人 會很不同 整個人生 會啊 繼續一些loser行的路 最慘是自己的人 又不聰明 但又以為自己很聰明 小時候 又讀書又不行 又聰明 那我就可能做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工作 已經 就是 生活一定會不同 所以我覺得我的人生好運 就是 為什麼我這麼相信風水 風水佬叫我帶點金器在身上 我就跟他 立即買一隻 標在身上 如果我自己經歷人生之後 這樣 我就覺得太神奇了 這個命運 太Miracle 是啊 太神奇了 那有沒有試過 一個點 你覺得自己很失敗 很廢 可能是channel 或者可能是投資 我這個人 搞不定 要冷靜一下 有沒有這麼挫敗的moment 其實是一些comment 我當成這樣一個訪問 大概半個小時 其實有時候我會看回後 我會一直跟自己在說 為什麼當時我自己會這樣說話 為什麼我會說這句話呢 逐句逐句我會砸磨自己 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譬如在下面 我之後 我就會說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挺好 你不是馬上反反 有些人見到 副comment 是個個插去的 我也感染了你 Sorry 影迷這個 有時候他會馬上逐個回覆 去攻擊他 但你一開始是想自己 真的有問題 我自己會第一樣檢討 自己有沒有不對 但都不開心的 一定會有不開心的 但我幾喜歡這些comment 你罵完我 我知道怎樣改 我希望做好些 其實有時候我會這樣想的 就算這一刻你不喜歡我 但可能我做好了 你會喜歡我呢 可能這一刻我會有其他人喜歡我 我會在服務他們 但我都希望服務你 但盡我能力 領不了的 這是講了十年 我擁有youtube channel 去第六七年我才會這樣想 就是會offensive 我會覺得 我不會分 haters 和正面的 negative comments 即constructive comments 我分不出來 我明白 但我很後期才分得出來 我現在也有事分不到 其實我們回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 share自己當日的感受 然後我說 我又被人 XX 然後我就會說那件事被人 XX partner就很好 他就會分析了他 說不用怕這件事 不關你事的 等等 我就會 好像不關我的事 但有時候真的 關我的事 他就會說 這件事你是不好的 下次不要了 多問一些人意見 你就知道他究竟是一個 有建設性 還是純粹hater 所以走這條路 一個人其實都幾難走 起碼兩三個人 你那個視野會再 寬一點 尤其是我心智很不成熟 我心智很容易會被人打擊 所以要多些朋友 partner 是會好的 剛才你也說到 你會自己收起來 情緒 你現在情緒狀態是怎樣的呢 其實 我覺得我們是 今年 或者這幾年 是有個方向想怎樣做 是有個目標 是情緒是幾好 雖然有 有時候我自己做錯的事情 好東西等等 但是 整體是幾好 我幾開心 其實我感受到 我個人感受到 我覺得這一年 特別這一兩年 你拍的片 不止你的 全部的片 好像感覺到精神了 能量是高了 有時候是蒸香會饋 看到肥皓也知道 挺好 拍得挺划算 又出了書 他又開心 我看到他很開心 拿著這本書 你們又很開心 其實是一個正向的回饋 尤其是我們做幕前 雖然你說是可以演出來的 但是有很多事情 你個人開心 你自然就會散發了能量出來 其實我也覺得 可能是一個的行動 他只想一想 沒有做一些 或者做一些行動 是 positive 就會有一個 cycle 回來 又是正向 是啊 和你一模一樣 有一個年輕人 又說讀書不成 又沒有一技之長 就想開YouTube Channel 我覺得我很搞笑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呢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兩件事 你覺得自己搞笑的 對自己有信心 就試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實際一點的建議 就是 要找一下自己 這一條片 跟別人的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們都經常想 別人做完 我做一次 但我有什麼不同 你的不同可以簡單到 因為我好笑一點 你可以對自己有自信 或者我醜一點 對呀 這個也可以 或者我醜一點 這樣也可以 都是一個賣點來的 離清這兩點之後 你去拍攝 有信心 還有操摩前 最重要是一個有信心的表現 你有信心 自然所有事情 都會帶向正面 好 今天非常多謝男生頭 上來我終於看到真人 還有最後 終於知道我眼睛要看哪個位 看鼻子 就是你 對我來說是很興奮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留言追問 記住 男生頭看我的頻道 他會回覆一下大家的留言 然後大家給個讚 記住 還要分享 還要訂閱 還要訂閱 還要訂閱那邊 不可能 一定要訂閱那邊的頻道 大家多多支持 下次見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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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要做世界频道